經濟分析師羅家聰過往有末日博士之稱 除了因為曾經是股市高峰 預言指數會大跌一半之外 他亦不時體探樓市走勢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羅家聰認為經濟衰退有機會隨著疫情重複出現 而持續收縮 加上政府出手舊市遲 會導致倒閉潮及失業率上升 如果樓市出現紅市 樓價恐怕要跌四成甚至一半才會停止 你見到出手是相當孤寒 所以有些企業可能真的計算過 制不過 制不過就可能不攏 有賭幣潮有失業率上升 這個因素應該樓價都沒什麼運行 朝計就要跌 現在政府數字未出 但是估計由頭到尾到家下 都怕又接近兩成 你超過兩成的跌幅機會都很大 一個兩成其實就很快 因為大家當紅市看 所以我講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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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四成一半 看法都要跌這個幅度才會停止 當然你初期來計算 有很多人覺得不賣可以 如果不賣的話不賣 當然買賣兩閒 買賣兩閒 沒有成交沒有成交 你又計不到價錢 都不知道升就跌了 但是去到那麽上下 其實你看到 有些開始會急的 最急就是地產經紀 它最重要是潑大家去看樓 潑大家去賣賣 現在有些炒家都教 然後你砍四成 砍一半 那你如果 這些所謂偶然的 這麽大幅度的砍價成為一個 常態 那這個就會計成為一個 樓價指數變成一個 向下的一個現象 現階段最好的策略是看定點 觀望多兩至三個月 看多兩三個月的意思就是 是不是真的踢得出一個熊市 因為之前那三至五次 三四五次的調整 通常都是兩成之內跌了 跌的那個日子也都不是太長 我覺得大半年都搞定了 那你剛剛就已經去到大半年 也都是差不多兩成的幅度 除非你很急於要撈底 也都是很堅強的信念 做一個樓市 不然你就不妨看一看 看看它會不會真的變成熊 然後才做得更好 至於股市和樓市之間 應該怎樣選擇 買股票又應該選擇哪一類呢 羅賈聰認為 哪一個跌得最急的就應該買 論貴便宜 不用問股市一定比樓市便宜 你看P.E. 看樓價租比 或者價對收入比 你橫行的都知道 誰人都知道 所以如果你說長線來算 應該都是 都是股好的樓 現在可能都是一個上落格局 如果假使是 譬如說一個滞賬的開始的話 那滞賬年代你檢查一下股市 都是上落的 不會有很大的單邊出來了 這樣的話 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炒上落的話 哪些跌得更厲害的 買哪些 賣哪些 賣哪些 賣哪些